电影故事均为虚构改编内容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切记请勿模仿哦 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尬聊电影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 不死劫系列电影的第一部 不死劫 讲述一个相同世界不同命运的故事 一黑一白两位大叔 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小身板 在这大千世界里 明明宇宙中突然相遇 将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且听小尬娓娓道来 1961年 黑人大叔雕哥的妈妈 正在百货公司扫货 一时没忍住 就把雕哥生在了百货公司 刚出生的雕哥 哇哇的哭个不停 医生为雕哥查看 意外的发现雕哥全身都骨折了 雕哥的妈妈自责的哭泣到颤抖 画面一转 达哥乘坐T117动车上 旅途中的达哥百无聊赖 不是逗孩子就是聊美女 但是由于功力不足 一样都没得逞 郁闷的达哥 头靠在窗子上想眯一会儿 突然感觉车抖得厉害 恐惧涌上达哥的心头 达哥的儿子小强 独自在家中看电视 和他爹一样百无聊赖地扫着台 突然看到T177动车 在废城脱轨的新闻报道 车厢碎成一节一节 小强查看记录 爸爸乘坐列车的班次 正是T177次 达哥醒来时 已经身在医院 被医生告知 自己乘坐的T177次列车脱轨 除了达哥和另一个人活了下来 其余人全部遇难 而另一个哥们儿 已经脑壳破裂 半拉身子被压扁 医生说话的功夫 很快也领了盒饭 达哥怀着沉重的心情 走出病房 妻子莉莉和儿子小强来接他 面对遇难者家属们 惊诧的眼光和记者同志们 劈里啪啦的闪光灯 达哥惊魂未定 吃过晚饭的达哥 被妻子问起 这次去纽约找工作找的怎么样了 达哥支支吾吾说 哎 人到中年不如狗 不过我会为了家庭继续努力的 达哥去参加列车事故 遇难者家属告别会 走出教堂时 发现车子前封挡 别着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 你这辈子生过几天病 这个问题让达哥陷入了沉思 于是在大学任职保安工作的达哥 请老板的秘书老娜娜 带问老板 自己请过几次病假 老板文讯来到达哥面前 对他说 你五年来没请过一次假 我给你加薪 每个礼拜给你加四十美金 你看怎么样 达哥听完并不开心 深更半夜 达哥敲醒了妻子的房门 原来达哥夫妻俩人到中年分房而聚 看来这是中年人的必修课 莉莉说 你有事啊 达哥将自己没生过病的隐忧 委婉地转达给莉莉 莉莉表示 不好意思大哥 咱俩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真是没注意你得没得病 不过大半夜你不睡觉 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病 画面一转 这时我们电影开头 说到的雕哥一定长成一个少年 但仍旧手打甲板正在骨折 通过母子间的对话 我们得知 当年出生时 浑身骨折原来不是他妈逼得太紧 而是雕哥本身骨质太脆 因为在雕哥的成长过程中 他就像是城管执法 能随时停车一样 做到随时骨折 而此刻 为了鼓励雕哥出门见人 他妈逼得非常紧 除了鼓励雕哥克服恐惧 还用礼物来诱惑雕哥 公园长椅上放着一个硕大的礼物盒子 这撼动了雕哥的小心脏 从此 这本宇宙超人小人书 陪伴在雕哥漫长的骨折生涯里 直至雕哥长成一个大老爷们儿 宇宙超人小人书的手稿 已经展览在雕哥开的画廊里 他在等待懂他的人 一日 达哥带着儿子小强 来到雕哥的画廊 说明来意 双方坐了下来 达哥开诚不公的问雕哥 为什么在我风挡玻璃上放那张卡片 雕哥对达哥说 我从小就鼓制疏松 活到现在已经鼓制了54次 只有书本是我的朋友 但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和我截然相反的人 那就是从来不生病 不受伤 就像宇宙超人一样守护着世人 达哥听完雕哥的话 觉得他的脑洞过于宽广 认为他是个骗子 于是带小强离开 夜晚 小强搂着达哥入睡后 达哥从衣帽间里翻出来一把手枪 他拿在手里看了看 又重新包好放了回去 达哥又放开从前的简报 那都是关于达哥有生之年 大难不死的新闻报道 看着底朝天的车 达哥若有所思 这时莉莉过来敲门 好像突然意识到 达哥在遇难中依然存活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于是一边抽气一边求约会 这时候电影都将近过去一半了 面对妻子委婉的约炮 达哥依然是一脸的懵逼 好像还没有从灾难和不死的谜团中 找到正确答案 一天达哥照常上班 学校的体育场迎来赛事 同事却告诉达哥 有人企图用假票进门 并且报了达哥的名字 达哥过去一看是雕哥 雕哥通过漫画的启示 一直坚信 认为达哥就是守护人类的不死超人 这下看到达哥在做安保 更加笃信了自己的感知 达哥并不以为然 在进门处 达哥凭借自己灵敏的职业嗅觉 轻易识破了一个 穿花迷彩风衣的男人手持器械 果然不出所料 在快进门时 花迷彩走出队伍掉头离开 雕哥觉得达哥简直是神了 并且把达哥这种职业精神 解释称他拥有超能力 安置好雕哥 达哥离开 雕哥却没有看比赛 当他发动汽车的时候 突然看到花迷彩 于是雕哥拄着拐杖跟了上去 一拳一拐的雕哥穿过马路 一蹦一跳的跟着花迷彩 眼看花迷彩穿过地下走廊 雕哥执着地跟了上去 却不幸摔下楼梯 无意中看到花迷彩的腰间 别着一把手枪 雕哥似乎得到心中的答案 达哥回到家准备健身 儿子小强把他的举重量 加到250码 举起来 觉得都费劲的达哥 让小强上楼自己玩 留下自己锻炼 可是小强这个熊孩子 嘴上说别要老爸 我给你减点重量不得了 达哥相信了 可是砝码却更重了 达哥自己都怀疑 自己的潜力是不是爆棚 小强怂恿老爸再加点重量 于是达哥大力出奇迹 越加越上瘾 一直到举起全部砝码 外加四桶杜雷斯牌强漆 啊哦 不对 是多乐式牌强漆 就这样达哥挑战了 自己的吉尼斯350磅的重量 经医生诊断 雕哥的右手掌 肋骨右脚 均有不同程度的骨折 有14处之多 完全粉碎 雕哥一脸的淡定说 哥已经习惯了 他们叫我玻璃先生 这里插播 玻璃先生是 不死结系列的第三步 我们稍后呢 会持续更新 好巧不巧 达哥的媳妇小丽 正是雕哥这次受伤后的副件事 雕哥上来就问小丽的婚姻情况 小丽也毫不隐瞒 雕哥却在聊天中透露 自己知道小丽的丈夫就是达哥 小丽感到惊讶 雕哥说出了历年来 飞机失事 旅馆失火 火车出轨等等 无人生还的事故 而达哥却毫发无损 达哥站在川流不息的体育场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达哥似乎有预感 他将一个戴眼镜的中东男子拦截 搜查了他身上却无果 转身接到同事的信息说 小强在学校和人打架受伤 达哥迅速赶往学校 却在校董老苏菲的口中得知 自己小时候在这个学校的泳池差点淹死 达哥听完老苏菲的话 又开始同一个迷之表情 小丽回家和达哥说起 雕哥在副件中心的一番言论 达哥无比厌烦的表情 一转头却发现 儿子小强找到达哥的手枪 小强同意雕哥所说的 老爸不会受伤的言论 并举起枪想给妈妈验证一下 达哥临危不惧 力挽狂澜 以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儿子放下了手枪 达哥来找雕哥 雕哥有理有据的 说出自己对达哥的所有揣测 达哥对雕哥下了通牒 不要再鬼扯 离我的家人远一点 我得过肺炎 也住过院受过伤 我不是孙悟空 我只是个普通人 眼看小强在为爸爸 是不是超人这个问题 纠结成问题少年 小力和达哥都束手无策 达哥在漫画书店 独自发呆冥想 店员赶都赶不走 当他发现一本老旧的漫画书时 似乎找到了答案 他给和妻子约会回来的达哥留了言 说达哥的唯一弱点就是水 肺部吸进水 也和正常人一样会被枪死 一个雨夜 达哥独自来到一座废弃的仓库 他回忆起曾和妻子经历的那场车祸 翻车后妻子受伤 自己却毫发无损 当达舅的路人赶到时 询问他是否受伤 他才恍然大悟 达哥终于决定 正视自己从来不会受伤的事实 于是他拨通了雕哥的电话 达哥听了雕哥的建议 他走进人群中 感受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忽然感到一股先知般的力量注入了全身 达哥能看到珠宝店的小偷 种族歧视的极端分子 迷奸少女的渣男入室抢劫的清洁工 每一个人背后隐藏的罪恶 统统被达哥冻袭 达哥跟着清洁工来到被害人的家中 他四处查看 发现被绑住手脚的少女 达哥为女孩子们松绑后寻找清洁工 却被出现在身后的清洁工 一把抓紧丢进了泳池 达哥在泳池里拼命地扑腾 被女孩救上来的达哥再次进入屋内 他从背后勒死了即将谋杀少女的清洁工 此刻是达哥的高光时刻 暗绿色的鱼皮就像超人的斗篷一样 充满了使命感 达哥公主抱起熟睡的妻子 就像王子拥着公主那样伟岸 他抱着妻子满腔温柔 二人的关系终于缓和 早上醒来的小强看着爸妈和好如初 感到不可思议 达哥的英雄事迹上了报纸 他递给儿子看 并暗示儿子的想法是对的 小强的心结终于释坏 这成为了父子俩的秘密 达哥又去了雕哥的画廊 此时两个人貌似能够成为朋友 雕哥伸出了友谊之手 在达哥与他握手的一瞬间 达哥感应到 雕哥曾去过提177自动车的驾驶室 达哥放眼望去 雕哥的办公室 墙上贴满了策划 每一起重大事故的细致末节 达哥幡然醒悟 雕哥称自己是漫画里的大魔王 就这样达哥带领当局 前去雕哥的画廊 查获了三起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 雕哥也被认定为精神市场 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死结是一部手法奇特的电影 影片最后五分钟 颠覆了最初看来平淡无奇的电影情节 也正是这最后五分钟 看到最后仿佛故事才真正的开始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小嘎后面还会为大家带来 系列之二分裂以及玻璃先生 小伙伴们如果期待 就在评论区里磨磨搭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的有趣视频 欢迎点击频道首页 记得订阅尬聊电影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